2018中辽香珍珠干评鉴颁奖典礼柳成香 进农特产品展授品尝活动 日前在中兴新村清晴公园举行 尤其今年评鉴获颁奖表演的优质珍珠干 都在现场摆摊 满气特别旺 第一名的业者姚芳芝表示 今年雨水少 甜度比往年高 但产量少 因此希望大家在产期踊跃购买珍珠干 今年的水质跟气候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产量非常的少 那今年的珍珠干的甜度 是比往常的高了好几度 那它的甜度增加了口感相当 也对增加它的口感肉质的细嫩 那今年产量非常的少 希望大家踊跃采购这个珍珠干 中辽香农会总干事林玉堂表示 珍珠干是中辽重要农特产品 今年气候的关系 甜度高 品质更好 价格也比去年好 尊珠干是目前中辽香的经济作物之一 面积栽重差不多有100公顷 今年平坚已经迈入第四年 今年气候的关系 品质比去年都还好 外观 口感 还有甜度 都比去年比往年 都比去年比往年品质来得优 今年价格来讲的话 也比去年还更好 活动现场人气很旺 消费者品尝之余 都肯定今年的珍珠干 真的很甜 很好吃 今年的珍珠干特别的好吃 又很甜 我本身很喜欢吃珍珠干 今年来这边逛一逛 顺便买一些回家自己吃 县议员曾正言肯定农会 办理评件活动 让消费者吃到最好的产品 他鼓励大家多多购买珍珠干 增加农民收入 珍珠干特别的 它今天做这些品质的珍珠真的好吃 它的甜度 它的肉质 它的外貌 种种都受到我们社会的坚定 希望我们全国的乡亲 来南道观品尝我们的珍珠干 这场评件颁奖典礼及品尝展授会 还安排创意式及DIY及乐团表演 内容丰富 吸引许多消费者前往品尝及购买 县议员曾正言鼓励大家多多购买 为地方带进更多产业效益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